一輛白色皮卡開進 彰化監理站停車場 找車位繞了一大圈 黃先生才剛把車停好 赫然驚艦停在他正前方這一輛 不只同一款 同顏色 怎麼連車牌都一樣 直覺太詭異 揪出對方掛假車牌 我這家我也是來送的車架 我來送車 車架 我只是要送車架 我只要送車架 白色皮卡掛的是位造車牌 而當事人正在參加道安講席 急得向警方求饒 而原車主黃先生 莫名收到e-tech扣款 他感到納悶 懷疑車牌遭冒用 才會到彰化監理站更換號牌 他剛才要拆牌的時候 他發現說前面有一台福特 皮卡跟他一樣 他說好奇去看 他發現說車牌怎麼跟他一模一樣 所以他才來跟我們通知 懸掛未造車牌上路 還與遭冒用的苦主黃先生 莫名的巧遇 讓民眾直呼根本 舔主定 就是聽說五百九 五百九 十千塊牌 不同的車跟那一樣的牌 所以說同樣號牌 絕對是有一台設計的車牌 冒用未造車牌爬爬走 依道交管理處罰條例 最高可處一萬零八百元罰還 若製造販賣或使用都會觸犯刑法 試圖使用未造車牌蒙混過關 被原車主打個正著 似乎早有注定 三連休息收尾 正好報導 中文維